违法取的一人扳机防弹官方怒解私生犯个资。 韩国夯团防弹少年团BTS昨结束日本名鼓舞演唱会返韩,人气红遍全球的他们平常深受私生犯骚扰。 这些如同跟踪狂的粉丝们,有的以非法手段取得成员搭乘的班机,有的人贩卖黄牛票赚追新经费,有的人甚至跟踪成员私人行程,让BTS公司在野忍无可忍决定公开私生犯的个资,并将他们列入黑名单之中。 私生犯 睡眠眼睛睁开时竟趴在他床上,安全保受威胁。 BTS出道也来累积大票粉丝,尽管公司多次呼吁粉丝注意过度的追星行为,仍有人屡倦不听,BKT娱乐因此使出大绝招。 不仅公开姓名,生日,还公开这些人经营的粉丝站账号,并在每一位名字后方清楚注明违规内容,包含在非法地区拍照,使用非法手段获取成员搬机等,在粉丝间引发热烈讨论。 名单曝光后,二密,粉丝名称,门更借由此机会,当起纠察对从机场照社群网站寻找过度贴近偶像追星的粉丝,盼公司能够继续揭发这些不守规矩的粉丝,维护艺人安全。 许多粉丝站站长受到严厉谴责,但也有站长喊冤,表示自己是遭人陷害,然而经纪公司这回强硬态度恐难轻易撤回黑名单,被点名的粉丝恐只能暂停追星行为。